嗨,大家好,我是艾琳娜 我当模特儿去过很多亚洲、欧洲的国家工作 可是我刚刚到台湾真的爱上自己的方便、安全、人 台湾人可以接受很不同的意见 做很多支持乌克兰的活动 我觉得台湾很棒 我是潘艾琳 我是乌克兰人 我从乌克兰的东部来了 九年以前我的家从东部搬到起伏 刚刚搬到起伏 没有那么多钱 所以我想帮我的家人赚钱 可是不知道我可以做什么 因为我那时候在学校还是在学校 所以我看到这个比赛 一个乔摩托比赛叫Ukrainian Next Top Model 就是摩托们的比赛 觉得 我要试试看 因为我听到摩托可以圈到不错的钱 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比赛是真的很很强很很难很痛苦的 那里的女生她们都比我大 应该二十二十五岁 那时候我只有我只十六岁 可是就是我个性的关系 因为我非常努力 我决定做什么应该做最棒 我已经开始 我一定要成功 所以在这个比赛 我赢了第一名 努力的以外 我也很热心跟忧伤 我觉得 从那时开始我当模特 去过很多亚洲欧洲的国家工作 可是我只有三个月 在一个地方 然后就离开到不一样的国家工作 可是我刚刚到台湾 真的爱上这里的方便 安全 人 我觉得跟其他的国家非常不一样 比方说 我在中国 在大陆 很多次工作 可是我觉得那边没有那么方便 做宣证 做房子很麻烦 在欧洲 人没有那么热心 在意大利 如果你 如果你 如果你不会说意大利文 他们就是 嗯 我不想帮你 可是在台湾那时候 我全部 不会说中文 可是人他们真的想帮你 用手机 用什么都可以真的给你帮忙 比方说在乌克兰 平常你不会 晚上时间 九点时间 出去 因为 女生一个人出去 没有那么安全 可是在台湾 你自己可以 去哪里都很安全 没有关系 台湾的最大的邮件是多远 台湾人可以接受很不同的意见 去年我们做很多支持乌克兰的活动 那就可以没问题 你有什么想法可以讲出来 你想穿什么可以穿 再说 对LGBT 他们非常友善 对 我去年 参加一个LGBT的活动 很大的 我觉得在亚洲最大的在台湾 非常棒 我在台湾住了三年 可是真的无法习惯台湾的天气 我觉得雨季很长 真的很长 有时候你看手机 明天是晴天 所以我穿裙子 然后明天穿起来就下雨 真的不能靠手机 然后夏天热死了 夏天大概四月开始 然后十月结束 非常热 如果我想给台湾人一个建议 就是有一个说法 外国的月亮比较远 就是不幸 我有很多台湾的朋友 他们喜欢说 我想去美国欧洲工作 可是我觉得很奇怪 你们应该多先收台湾的机会 我觉得跟乌克兰很像 因为在乌克兰 我的同胞喜欢说 跟乌克兰比起来 外国的音乐 影片文化水準比较高 在台湾一样 我觉得台湾有一个问题 就是自卑干 可是在台湾有很多很棒的音乐 音片 其实音乐我非常喜欢 手姿 所以我觉得台湾人应该多 对自己有自信 我原本是因为摩托们的工作来台湾 跟台湾的公司发生工作 然后决定考上研究所 现在我很快就毕业了 毕业的以后我想找工作在台湾 不要离开 可以回乌克兰看父母 应该待一个月就好了 现在我也开始喜事 就是在行销在PR工作 对 在台湾最喜欢旅行的地方 就是墾厅 因为天气好 而且可以玩水 如果要说台湾的美食 就是唯有的当兵 我应该一个礼拜三四次会吃当兵 唯有的当兵最好吃